这样的一个细节 就白杆打开 这是脱落插头 它彻底跟它有连接的地方 完全离开了 补加这一块 火箭内转电 一会儿一分 涉嫌一分钟 还要一次脱落 这就有一个小小的细节 为什么 是不是跟它的需要的这种燃料的 这种特性是有关的 非要到它马上就要发射了 才要加注 白老师你说得非常对 液氢是 温度很低 所以很容易挥发 好 再次给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因为大约在59分57秒左右的时候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我们的长二号将开始 它的奔月历程 不仅仅是刚刚电视台新闻频道 还包括新闻联播 我们已经听到了前方的指挥 倒计时一分钟 让我们一起去注视西昌 去注视这样一个美丽的飞行过程 六五十秒 五十秒 四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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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秒 五十秒 二十秒 八十秒 一九 八十秒 集合 洗血 utilized 五十秒 十秒 二下 十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糖酒红花郎为您报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西船摇着信号正常 3106跟踪正常 西船跟踪正常 摇着信号正常 西船飞行正常 西船摇着信号正常 216跟踪正常 211跟踪正常 3106跟踪正常 3109跟踪正常 3109跟踪正常 西船跟踪正常 摇着信号正常 西船飞行正常 2106跟踪正常 西船摇着信号正常 西船摇着信号正常 3109跟踪正常 西船摇着信号正常 211跟踪正常 211跟踪正常 1101摇着信号正常 西船跟踪正常 咬着叫正常 去到飞行正常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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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此时此刻 我们最愿意听到的 也是最美丽的话语 各位观众 您现在看到的是 新闻联播为您直播的 嫦娥二号卫星升空的实况 就在新闻联播开始前三秒钟 我国长征三号柄运载火箭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现在正托举着嫦娥二号卫星 飞向太空 嫦娥二号卫星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第二颗月球探测卫星 和嫦娥一号相比较 嫦娥一号从发射到 离月球很近的地方 飞了将近14天 但是嫦娥二号 只需要不到5天的时间 这也就意味着 它走上了一条高速路 是直通车 同时 嫦娥一号 在到达月球附近的时候 离月球最近的距离 也接近200公里 但是这一次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 嫦娥二号将离月球最近的距离 只有15公里 几乎肉眼可见 当然这个肉眼 是更加精密的仪器 会给我们带来 分辨率更高的照片 那由于它路途很远 任务很重 因此执行这次任务的 长征三号丙火箭 比起嫦娥一号发射时的 长征三号甲火箭 可是增加了两个助推器 因为它推力更大 火箭飞行大约20多分钟之后 将进行星舰分离 卫星将进入地月转移轨道 如果成功的话 它可意味着 我国首次运用火箭发射技术 成功将卫星直接送入地月转移轨道 这是第一次 好 我们当然祝福 长征二号一路顺风 同时呢 新闻频道 在稍后的时间 还将为您报道 长征二号升空后的最新消息 各位观众 您刚刚看到的是 长征二号卫星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的实况 新闻联播稍后 还将及时跟踪报道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1周年纪念日 在举国上下欢度国庆之际 党和国家领导人 胡锦涛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等 今天上午来到天安门广场 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敬献花篮 深切缅怀 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国家父亲